各位朋友我们来研究看英文的方法 英文的看跟中文的看法并不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英文要怎么看 首先英文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是看字 而是看文法 这样子才能够把句子看懂 可是我们在这个国内的朋友呢 我们大部分在学英文在看英文 你们都是用字来看 就像看中文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看 所以这会制造很多的误解跟困扰 比如说各位我们看到这第一句英文 Women are attracted to fashionable clothes 好 那我在教英文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朋友呢就用字来开始看了 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所以他看到这个诊字呢 就突然之间跟以前他学过的一个单字 Attent 攻击啊 非常非常的像 他的脑海之中就不再思考这个句子是什么 他只在想这个字是什么 因此他就开始想了 好像他曾经学过这样的一个单字 这个单字叫攻击 因此他就会说女生被攻击 可是各位朋友 我相信这样子是一个很大的笑话 因为attract当然是吸引的意思 怎么可能是攻击呢 可是这并不是笑话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 在我个人教学的经验当中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朋友跟同学 他就会用这样子来翻译 所以他就会看不太懂 可是我们英文不应该这样看的 我们应该看整体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小节一小节的讲解 我们说主词动词 Women are attracted to fashionable clothes 对于这个流行的这些衣服 女生是被怎么样子 我想你怎么样想 都不可能想到这个攻击这个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叫做吸引 所以女性被流行的衣服所吸引 Women are attracted to fashionable clothes 要这样子的整体来看 这样子的英文才会有意思 才会学得懂 而不能用字去看 各位 这种情形在英文里面 真是叫做层出不穷 比如说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例子 In the desert live many unknown animals 这个字叫做沙漠 叫做desert 这个字叫做desert 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像 只是多了一个s 这里只有一个s 这里有两个s 这叫点心 可是一样的 很多朋友就会先想字 然后就把字放进去 在点心里面住了很多不知名的动物 这样子一翻 我相信大家都无法理解 所以我们就应该从上下文去看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 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In the desert live many unknown animals 主词在这里 动词在这里 许多不知名的动物住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是住在沙漠 怎么可能住在点心里面呢 好 所以这样子用字来看 就是一个我们大的缺点 现在我们再看这第三个例子 这个字叫做games 各位 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说 这个字叫游戏 这又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你又是把字带进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带到句子里来看 你看看它还会是游戏吗 games are 这个东西是 wild animals 是野生的动物 birds 野生的鸟 and fish 野生的鱼 that 带出个形容字 来形容这些东西 好 那这些动物也好 鸟也好 鱼也好 a hunted 被打猎 被打下来 for food 作为食物 especially 尤其是 as a sport 当成一种运动 去打猎的一种运动 好 那么这个字 当然跟动物就有关系 所以它是野兽或者是野生动物的意思 而绝对不是你原来认知的这个游戏 所以各位英文程度慢慢的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你看英文的时候不能看字 而是要看一个句子 用文法来做分解 这样子你的英文就会马上就会改善很多 好 不过我们遇到英文单字 还是真的会让人很痛苦 就是很多字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比如说这个字叫cross 叫做跨越 across 这个字也叫跨越 这个多了个a 你看 这两个字的比较一下 如果你是用记忆单字的方式 你是很辛苦去学懂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六个符号来帮忙了 各位看 we will cross the bridge 这是主词 这是动词 所以这个是动词 我们将跨越过这个bridge 跨越过这个桥 可是我们看另外一句 we will walk across the bridge 这个across就是我们标准的界隙词加名词 变成个片语 跨越过这个桥 这只是一个界隙词 界隙词当然不是动词 所以它的前面要多一个动词 所以我们这边要用 we will walk 换一个动词在这里 因为它只是界隙词 那当然你就不能把它放到这个位置说 we will across the bridge 这就不对了 所以你必须要嘛就是cross当动词 你说we will cross the bridge 要不然你就把它变成这个字 那这个字你就要给我动词 we will walk across the bridge 我相信各位这样一讲 你就懂了 那念一念就记忆深刻了 我们来念一下 we will cross the bridge we will walk across the bridge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may跟maybe 中文都叫做也许 可能的意思 这个may是助动词 主词动词中间的助动词 we may be wrong 所以助动词后面用圆形 本来是we are wrong 我们是错的 那放在助动词后面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圆形动词 we may be wrong 这是助动词 这个字的意思也叫做也许 他们两个在中文上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字叫副词 副词就不一定放在这个位置 它也可能放在这里 也可能放在后面 所以我们英文说maybe maybe放在哪里都可以 但是这个maybe只是一个副词 副词对我们来讲是不重要的一个字 所以还是we are wrong 加不加maybe都是we are wrong 所以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我再简单说一次 这是助动词 所以后面用圆形 we may be wrong 这个字是副词 放在哪里都可以 不放意思也一样 we are wrong 所以这里还是会are 所以这个是助动词 这个是副词 可是它在中文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也是让很多学员学得很痛苦的 就是这个字 used to跟be used to used to合在一起 又是一个助动词 放在主词跟动词中间 we used to 然后助动词后面用圆形 我们以前呢住在in the countryside 住在乡下 这很漂亮 我们以前住乡下 那这是个used to 这叫做从前的住动词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句 we are used to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这就是我们的be used to 各位 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字实在是很像 we are就是我们是 这是主词动词 这是第三个字 叫做习惯的 我们是习惯的 to living to是一个介绍词 带出一个动名词 对于住在in the countryside 住在乡下的 这个状态 我们已经是很习惯了 we are used to living 好 那各位 你了解了之后 这对你的考试会有绝对的帮助 因为你了解这个东西 考试的时候 专门喜欢考这些东西 比如说 他出了个used to 他就考你一个原型 如果考的是be used to 就要用动名词 当然在许多考试 也可能直接考这个 看你的意思是哪一个对 所以各位 这样子来学 第一个 你会很快地学起来 第二个 在考试上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各位 如果你需要考试的朋友 在我们的手机网站 很方便的 让你来上网 去看一些考试的 一些准备的方式 好 这个网址叫做 www.sixth 一条线 test.com 欢迎各位利用这个 手机网站 来学习 看英文 或者是准备 英文考试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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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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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